暂时赶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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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点这个吗 谢谢 案例我已经发给你了 我收到了 所以我下班了 拜拜 收了 我今天想收到一份 全国所有五星期酒店的案例分析 所以你今天可能要加班了 如果是我的工作效率低 没有完成当天的工作的话 我当然非常愿意加班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下班时间 所以您提的要求 我会在明天按时送到您的办公室 稍等 距离下班时间还一分钟 所以 我觉得凭你的工作能力 绝对可以完成 今天所有的工作人员 加油 好 季小姐 这是副总让我拿给你的测评报告 可能资料会有一点零碎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了 你下班吧 好 零下班才拖着别人干活 我才不干这种缺德事 傅子义 这是有点零碎吗 这是 草啊 傅总 还有什么安排吗 没有 您下班吧 需要帮您安排司机吗 先不安排吧 我还不知道我今天忙什么时候呢 辛苦了 嗯 清晨推开窗 一缕微风渐渐 蓝天和白云慢慢线结 很明镜的情节 第一次心跳 感觉 无所畏惧什么永远 一些互相孤离 最简单的语言 初恋的结尾 是不是只要紧直下留在这里 明里就不会出来到晚 流逝的岁月 心酸在作祟 所以只能怀念你沉醉 初恋的结尾 爱 有遗憾才是爱 没错 真是爱 没有 有遗憾才能詞 读解 只能打死你了 有遗憾才能 就准备来 等消息到天亮 对于你其实都无关同样 凭什么一段关系 就只有单面滚烫 你轻易就让我自我困绑 怎样才能把我管你的一页翻篇 还是忍不住挂念 爹 当你在深夜睡得像天 我却依然失眠 承受不尽的梦魇 可能我一不小心 放弃抵抗就会沦陷 当我在没有星星的黑夜 打开窗的瞬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 会让您变得这么不够 不懂 这位小姐说她认识你 我们认识你 是跟这件事情有关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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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点了 有没有记起点子 是跟这件事情有关吗 然后只能把我毋须 你游戏 不过我再想到 incredul 就像你一样的一项 你游戏 有关系的一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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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景小姐 早 你怎么知道我还在这儿 副总让我给你送来早餐 所以她自己跑了把我丢在这儿睡地板 她回去换衣服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休息了 她让你开车送她过去 什么 简不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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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 喊你半天了都不理我 谁要结婚了 没什么 这个店我居然在酒店看到我姐 我这还没下班 都怪那个负责医 谁谁谁谁 负责医 我就知道这个负责医 你看吧 我就说她肯定喜欢你啊 我在酒店门口 马上把车开出来 你看过这种态度喜欢人的吗 走了啊 我走了啊 我走了啊